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比过去更有效改善脸部松弛 让患者又多了一项新选择 这个新做法有什么特别之处 跟着本期的美丽心知来深入了解吧 我们音波拉皮它是利用我们叫做聚焦的超音波 就是它利用很多的音波数 然后聚焦在一个点 让这个点能够产生足够的热能 那这个热能就能够让我们的皮肤里面 一个叫做筋膜层的东西呢 它能够收紧 那为什么利用热能能够让筋膜层收紧 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在吃火锅或是烤肉的时候 你如果把那个肉片慢慢加热 它就开始卷起来 那我们的筋膜层其实就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筋膜层呢 它主要是把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骨骼 做一个连结的一个构造 它有点像悬吊系统 那这悬吊系统的这个弹簧 如果开始松开 我们的脸就开始会往下垂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收紧相对的它就可以往上做到拉提 现在目前的各台的机器 它们在做设计 以及在这个安全的这个评估上面 都一定有要求到 它的聚焦这个能量 温度并不能够过强 那当然其实除了说温度本身之外 还有它的深浅也是非常的重要 当这个温度如果它在太浅的地方聚焦 那很容易会造成皮肤的受伤 所以在操作这个音波拉提的时候 医师的这个经验以及操作的技术 就会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脸呢 它其实是一个立体的构造 就是我们的头它事实上是一个3D的结构 所以我们在拉提的时候 并不是只是把它往上拉 其实我们还有一部分是要把它往后 往后上把它整个都做拉紧 我们在后颈做治疗的目的 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概念 才能够让我们正面的脸 看起来是比较年轻比较紧实的 我脸部目前有严重的青春痘 或者是呢有开放性伤口 可能流血或是分泌一些组织液的时候不适合 那其次包括怀孕我们也比较不建议去治疗 那有一些人是可以做但是效果不会很好 包括说皮肤真的松弛的太过严重 尤其是一些比较年长的客群 那再来呢就是可能它流失的比较厉害 就是它可能已经太过消瘦 那这样子做起来虽然可以做 但是在效果上就不会非常的理想 在硬波拉提做完以后 最常见的就是可能脸上会出现一些小红疹 那这个红疹呢有的时候它是平平的 那稍微厉害皮肤敏感一点的人 可能看起来会像小痘痘 甚至起一两颗小水泡 那这些呢它都是一个暂时的过程 所以并不需要太过担心 那其次我们当然保湿还是要加强 我想做完所有的治疗 我们的皮肤稍微都会敏感一点 那做好保湿做好防晒 都可以让我们复原的过程更加的顺利 像硬波拉提的这个询问度一向是非常的高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的下垂都适合做硬波拉提 因为下垂这件事情它包含了 我们皮肤组织的弹性变差 那骨骼以及一些脂肪的流失 还有胃移 因此在做任何的治疗以前 都一定要先给医师做好评估 那这样子我们对于治疗的效果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期望跟这个规划以后呢 那对于这个之后术后 它的满意度才会比较高 对于是您的只是变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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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